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央决策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在这里有这样来单独讨论这个问题 宋代中央政府的用人权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是皇帝任命高级和要害部门的光源 第二是宰相任命朝廷各个部门的次要光源 第三是由吏部来任命全国各地的光源 那个古代的吏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宗主部 就是各级光源的任命有他们负责 但是在这样一个三个层次的光源的任命过程中 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光源的任命 宰相都是唱主角的 那么至少宰相也要唱配角 都要参与到这么一个任命的决策过程中去 而且宰相发挥的这个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那么下面呢来分别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第一先来讨论皇帝控制用人权 宋代的皇帝那么汲取了以往的帝王 失去权力 用人权呢被下面层下所剥夺 这么一个历史经验教训 那么宋代的皇帝呢就企图呢 把用人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手下的大臣呢也经常会提醒皇帝 要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所以宋代对用人权的问题 就是说对皇帝怎么样掌握 这个用人的最后的决策权这个问题 有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宋代皇帝 直接任命高层和要害部门的光源 皇帝的用人权主要体现在高层光源的任命方面 因为皇帝呢应该是任命中央最关键部门的官员 那么地方的或者次要部门的光源 皇帝应该是没有经历过问的 所以皇帝的用人权呢他会主要体现在这个中央高层的这个任命上 唐朝就规定 那么 唐朝规定呢有说是二平以下或者三平以下 那么地方上呢就都督都府 也就是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省长省军居司令这一级都归皇帝直接任命 那么宋代呢就继承了这种做法 而且以制度的形式呢确定下来 说这个高层光源的任命呢必须要皇帝发表自苏才可以 比如说宋代规定的宰相 苏密使 那么这一类呢这个关键性的这个要害部门的官员任命 一定要皇帝呢 清日任命 那么宋人呢把他这个称之为说这样的一些关键人这个部门的要官员的任命的称之为呢 是朝廷大纲所在 朝廷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司政纲领所在 所以说呢必出人组织轻壮 这全部下仪 一定要出自皇帝的亲自的提拔 这个权力不能下仪 不能给下面的人挪用过去 那么宋代皇帝亲自提拔和任用的称之为特质除寿 就特别下仪来任命他 或者称御笔除寿 就曾经有皇帝自己这个亲自写任命传 宋代皇帝特质来任命光源的这种事情呢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二夫载夫的任命 也就我们今天所说的 那么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这样一个领导班子 在古代呢 直接是有皇帝任命的 或者出于皇帝的独裁 就是皇帝不再听他人的意见 自己直接决定人选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宋仁宗的时候 家幼五年 公元1060年 当时呢 苏密父使呢 陈康 罢职了 就这个 离开了自己的职位 那么就空出一个职位来 随来这个继任呢 当时宰相拟了一个名单 提供给这个皇帝 宋仁宗呢 这个皇帝直接回答说 正欲用救人 就是我像用我自己的 这个老 用我自己的老的这个部下 就是我原来认识的 我自己的老部下 那么他就任命了孙变 做这个苏密父使 这个就是皇帝 这个 所任命的这个光源呢 由皇帝自己独裁的 再比如说 宋徽宗 继位做皇帝的时候 当时呢 宰府里边呢 人员还缺 人数还不够 皇帝呢 一一筛选 下面人给他提供的这个名单以后 认为都不行 那么最后呢 皇帝自己定了呢 杭忠燕 李清晨 黄吕三个人 定三个人呢 做 进入二府班子 南宋也是这样的 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孝宗 特别像游所作为 所以他任命宰相啊 经常是 就是 超越规矩 那么 让下面的人呢 是一下 有好多 好多时候呢 让下面的人呢 是意想不到的 这个孝宗曾经跟宰相 梁克家讨论 说要任命的大臣 沈夏 让沈夏进入二府领导班子 然后呢 当时沈夏的官的级别呢 还不够这个级别 宋孝宗就问他 说像四郎这一个级别 可以进入二府班子吗 以前有先例吗 梁克家回答说 陛下用人 何以立位 就是皇帝你要用人的话 何必要有先例呢 你说了算嘛 你说了算数 所以呢 孝宗就任命审夏为 千苏 苏密院士 那么 在我刚才举例的 宋人宗 哲宗 然后呢 灰宗 孝宗 等等 这系列任命宗 那么皇帝的用人的这个权力呢 给体现的非常的明确 古代社会 一朝天子 一朝城 这样的现象呢 非常突出的 新的皇帝登基 总是要 这个任命自己一个信的过的班子 来主持中央大政 那么 所以呢 皇帝登基的时候呢 或者说皇帝亲政 有的时候皇帝登基还是小孩 有太后垂帘听政 到皇帝年龄大了 他亲政 那么 把权力从太后那里拿回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总是要大批的更换 恶福的 或者其他要害部门的这个官员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 就说皇帝登基 或者皇帝亲政的时候 大规模的更换 这个要害部门的官员 这么个事情 就说明 宋代的皇帝 握由用人的这个 最后的决定权 那么 与这样一种呢 现象相配合 也就是说 新的皇帝要用自己的人 用这个现象 与这个现象相配合 唐代到宋代呢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成文的规定 老的皇帝去世 宰相 往往要出任 三临死 这个三临死的意义呢 就今天我们来说呢 就是说 智商委员会主任 也就是说 老的皇帝去世了 这个宰相 一般要出任 智商委员会主任 那么 出任了这个三临死 这个智商委员会主任以后呢 他呢 就从宰相的位置上呢 就退下来了 然后呢 等这个智商事情结束以后呢 宰相会提出 坚决的提出辞呈 就要求辞职 那么 以便新皇帝来任命 重新任命这个 一个领导班子 重新来组织一个 一个领导班子 一般都采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便于皇帝呢 就是一朝天子 一朝城 便于皇帝这样的做法 当然 也由皇帝 信任老的宰相 重新任命这位宰相 出来组阁的 那么这已经成为一种 惯例 到了宋神宗去世的时候 他的儿子宋泽宗登基 当时的宰相叫蔡雀 这个蔡雀呢 就没有按照 按照刚才所说的 传统形式 就没有 自己出任这个 智商委员会主任以后呢 结束以后呢 他没有 辞掉自己宰相的位置 立刻就成为 大家攻击他的理由 觉得他这样呢 违背了这个 传统 那么这种传统 四字上是为了 新继位的皇帝 启用自己信赖的大臣 提供一种便利 那么得到新皇帝 信赖的旧宰府 那么就要有 会以种种的借口呢 留任 也可以说 在北宋南宋年间 皇帝呢 大致上是 掌握了用人权 这是我要谈的问题的 第一个方面 就是皇帝控制用人权 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宋代的宰相的作用在哪里呢 宋代宰相的职权 宋代宰相是怎么样 代行用人权的呢 刚才讲到皇帝 对要害部门官员的这个任命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说 皇帝呢 他是精力有限的 一般的来说 他不能过问 更多部门官员的任命 就像现在一样 把这个国务院 各个部门的什么部长 副部长啊 把地方的各官员 全部让党中央 书记一个人去任命 恐怕他就精力不够 根本顾不过来 古代也一样 你如果让皇帝一个人去任命 皇帝怎么顾得过来呢 所以呢 一般他会把这个呢 责任呢 委托给宰相 但是 这个在专制社会里边 皇帝呢 为了表现 表示自己呢 是名差秋毫 他经常会对某一个部门的官员的任命 突然发生兴趣 插手呢 各级官员的具体的这个任命 或生贤 有时候呢 这个官员还这样 有时候这个皇帝还这样 直接去任命一个下级官员 表示自己呢 这个权力就在我手里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对下面的事情 其实是很清楚的 比如说太祖的时候 宋太祖的时候 他身边的人 向他敬长言 诬陷当时呢 这个德州的知府 但是这个太祖呢 说自己呢 是很英明 旁边的人呢 向他这个大小报告呢 这个诬陷德州知府 德州知府呢 他觉得 他说自己已经明白 他们的这个阴谋了 于是呢 表扬德州知府呢 是好的光丽 给他呢 连生了几集光源 连生几集 那么像太祖这样一种呢 直接插手地方的一个知府的 一个声光的一个事情 他可以不经过 不经过任何部门的同意 因为他是皇帝啊 他说了算 再比如说 宋朝的第三个皇帝 宋真宗 曾经亲自任命了 定州 郑州 大明府 等十一个 十多个地方的 这个知州知府的光源 真宗皇帝呢 曾经亲自任命了 地方上的十几位市长 那么宋代皇帝 为了用好自己的这个权力 也是这个所任命的光源呢 能够呢 这个 在职位上呢 能够 称职 让这个 他自己所任命的光源称职 那么宋代皇帝呢 是花费了好多心思的 那么平时呢 他要注意光源 谁 品德好 或者谁品德不好 谁是有柴杠的 谁是没有柴杠的 谁是 智商比较高的 等等 他这些问题都要注意 宋代文献资料记载说 宋太祖赵宽映 非常聪明 豁达 知人善任 那么他提拔光源呢 是不问他的资历和级别 他身边的光源 内外的光源呢 有什么才能的呢 能做什么事情呢 他经常会秘密的 把它记下来 他有个小笔记本 把这些事情都给记下来 到有一个光 光源呢 有缺口的时候 有缺位的时候 需要认明一个新的光源的时候 他就翻他的笔记本 然后呢 去任用 这是太祖 第二个皇帝太宗也这样 太宗呢 他的笔记本呢 是他的那个屏风 他的屏风 他经常把哪个光源呢 有什么才能的事情呢 直接记在屏风上 在屏风上写上 当然 他这是写在屏风的背面 外面的人是看不见的 他自己呢 可以在里边 看着屏风的背面 可以看 然后呢 要用人的时候呢 这个太宗就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因为他以前都做过记录 比如说 这个公元993年7月 太宗曾经写了两名光人的名字 一个叫向明中 一个叫张勇 直接写了这两个名字 把这两个名字交给宰相说 说这两个人 我要任用他 重用他 那么 当时呢 他这两个名字写出来呢 就是他屏风里 做了笔记以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介绍到这里 宰相在用人方面的作用 还没有被突现出来 那么下面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要介绍 皇帝在用人决策权的过程中 是怎么样跟宰相合作的 或者说 与宰府合作 宰相和副宰相们 在用人的决策方面 宰代皇帝呢 其实更多的是 与宰府之间 有很好的配合和协调 合作关系 皇帝重视宰府的人选推荐 宰府嘛 在用人权的问题上呢 尤其是在高层光源的 任用的问题上 他要特别尊重皇帝的意见 推尊皇帝的最终决策权 举个例子 宋代第三个皇帝宋真宗 那么他当时宰相的名字叫王大 这位宰相呢 我们以前提到过的 特别得皇帝的信任 那么后来王大呢 他有病了 而且久病不遇 久病不遇的话 就无法治理朝政了 无法处理每天的朝廷政事了 皇帝就问他说 那么你病了以后呢 这个朝廷大事 国家大事 可以托付交付给谁呢 王大呢 回答说 知诚莫如君 为民主者之 知诚莫如君 为民主者之 就是说 了解大臣的情况 没有比得上皇帝 没有比得上皇帝你的 所以你是最了解情况的 所以呢 用谁来做 用谁来替代 这个他来做宰相这个位置呢 你自己来选择吧 那么王大这样的回答呢 就是充分的尊重皇帝的 这个用人权 尊重皇帝对高层光源 任命的权利 这个事情呢 在阴中的时候呢 换个角度 又发生了 当时的 这个宰相呢 叫杭琪和曾公亮 他们觉得 欧阳修这个人 非常有才能 他们准备呢 要任命欧阳修 做苏密使 结果呢 欧阳修说了 说不可以 他像苏密使这样的光源啊 是朝廷最要害的 部门的光源 这样的光源 怎么可以由你们几个宰相的讨论讨论就决定呢 因为这样的这个任命啊 权利应该在皇帝的手里 宰相怎么可以这个就讨论决定这样的事情呢 怎么让全国的人相信你是公正的呢 当时呢 两位宰相呢 韩琪和曾公亮呢 都同意欧阳修的意见 这一道任命呢 最后就作罢了 甚至呢 宋代呢 我们知道宋宋代呢 这个宋词史 创作是非常繁荣的 我们现在有唐诗宋词之说 宋词里边 还有一首词 就跟皇帝的这个 用人的这个有关系的 非常有意思 说宋仁宗的时候 罪得仁宗信任的一个宰相 叫吕义俭 这个宰相也是在我们以往的讲座中 反复的被提到的吕义俭 那么吕义俭呢 年龄大了 他多次向皇帝呢 请求要求退休 但是皇帝特别信任他 但是最后呢 也没办法 因为他年龄大了 必须退休了 皇帝呢 就问他了 他说你退休以后 谁来代替你呢 这个吕义俭的回答 跟前面完蛋的回答 一模一样 他是这么说的 知诚莫入君 陛下当智者 完全一样回答 就说了解大成的 比不上皇帝你了 谁来做宰相 你自己选择吧 但是宋仁宗呢 一再问他 你还是说一说你的意见吧 你个人意见 还是说一说吧 这时候 吕义俭提出一个人选 叫陈瑶佐 那么吕义俭回答说 如果皇帝 你要用这种非常有才能的治理国家的大臣 这样的人呢 我不知道是谁 他就是推荐的时候说的客气一点 他说你要用这样的人呢 我不知道是谁 如果你要任命一位老臣的光源 做事情稳妥稳当的老臣的光源 能够知道这个国家的这个 利害所在的 知道百姓的这个极苦的这样的光源 我认为呢 陈瑶佐是最合适的 然后呢 宋仁宗非常同意他的意见 吕义俭退休以后呢 他就任命陈瑶佐做宰相了 那么陈瑶佐呢 这个做了宰相以后呢 他非常感谢吕义俭对他 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词 这首词呢 后来在宋词上呢 也比较有名的 写了一首词呢 来感谢他 这首词这么说的 二色良城 千秋天苑 翩翩又见新来夜 二色良城呢 古代呢 是有这个 有两个节日 一个呢 是叫春色 一个是叫秋色 啊 那么这两个节日 那么这里呢 是燕子飞来呢 这是指春色 春天的时候 啊 这是古代呢 社呢 是 土地神 那么是春天和秋天的 祭拜土地神的两个节日 那么春色一般的 祭拜土地神呢 是为了呢 祈求丰收 秋色呢 是已经丰收 已经这个收获了 为了打谢 打谢丰收 所以有两个 这个两个 两个社日 那么他说 这首词里说 在这样春天到来的时候 啊 燕子呢 刚刚飞回来 因为燕子是春天的时候 飞回来 下面两句说 凤凰 超文 许卑林 肖像 燕鸣 来 何 王 那么这燕子来了呢 这个就飞到凤凰窝里呢 歇下来 那么他这首词的 这个说 这个燕子飞来 飞到凤凰窝里 什么意思呢 他是很谦虚地说 这个凤凰窝 就是宰相的位置 我是一个新来的燕子 我飞到这个地方来了 是吧 我飞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听到这个地方了 我就 我现在说宰相了 他是用这一个比拟 下去呢 他呢 结尾的时候 有最最重要的两句话 这首词的最重要的两句话 是这么说的 为谁归去 为谁来 主人 恩重 诸良卷 就燕子为什么回来呢 飞来飞去 为什么呢 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呢 对他非常有恩情 他 他怀念这个主人 同时飞回来 就飞到这里来了 那么他这是比你呢 自己能够飞到这里来 这个主人呢 其实他就比你吕一俭 他是吕一俭推荐的结果 吕一俭呢 听了这首 宋词以后呢 就笑着说 说自恨卷帘仁一郎 就说 哎呀 可惜啊 我这个卷帘仁啊 年纪已经大了 那么 这样一个问题上 皇帝的用人权和宰相之间呢 有很好的配合 皇帝呢 用人呢 一定要征求宰相的意见 而且呢 对宰相所推荐人选呢 非常满意 那么后任的宰府呢 也非常感谢前任宰府的这个推荐 引进的这个恩德 可以这么说 在两宰期间 皇帝就大多数时间呢 是没有失去这个用人权的 那么在理论上说 宰代的皇帝是掌握用人的这个决定权 尤其是掌握高级和要害部门官员的这个任用权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宰相只有参加了讨论 只有参加讨论的权利 他们可以提供这个给皇帝挑选的名单 那么皇帝是不是选这些人呢 最后由皇帝说了算 反过来呢 皇帝有时候也主动征求宰相和副宰相们的意见 那么宰相 皇帝征询宰相的意见呢 一般也分这么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事先要求宰府们推荐合适的人选 就皇帝自己没有主意 让下面先推荐人 那么宰皇帝选择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是拿自己认命意见 皇帝想用什么人 他拿这个意见给宰府们看 合适不合适 那么第三呢 第三种呢 是下面名单提供了 皇帝直接把它否决掉 然后呢 提出自己的人选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二福大成 就是宗苏和苏密院 他们呢 他们所有的权利呢 仅仅是想向皇帝推荐人选的权利 他们只有推荐权 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里 如果二福推荐的大成 不合皇帝的旨意 一定要按皇帝的意思来办 这从这个制度上说应该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宋仁宗的时候 那么当时呢 三十时的这个首长呢 缺三十时首长 三十呢 是管理这个国家财政的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政部 财政部部门长官缺人了 下面的大臣 所提供的这个人选名单呢 都不合皇帝的意思 后来皇帝直接说 可以任命叶青城 那么叶青城就被任命这个官员了 如果皇帝想用某一个人 手下的人反对 那么皇帝呢 一意孤行 最终还是要根据皇帝的意见 意见来处理的 宋仁宗时候也曾经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宋仁宗想任命 陈之忠左昌之正史 也就是左副宰相 当时陈之忠呢 是在地方指在山东青州 做地方官 那么宋仁宗这个 意见拿出来以后呢 遭到了下面的这个官员的 这个疯疯的反对 下级官员这个当时的这些 给皇帝提意见的建官们都说 说陈之忠这个人非常干闭 性格干闭 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而且呢不学无术 说如果你让他做副宰相 是天下的不幸 皇帝不听他这件事情 不听 不听呢这个建官呢 又跟皇帝争论 结果皇帝就私下派人 直接到山东青州 那么派宫廷里的晃光 直接到山东青州 任命陈之忠做副宰相 任命的时候呢 他还对陈之忠说 说我用你 其他的朝廷大臣认为 都说不可以 但是我不听人家的话 我坚 我还是坚持 任命你做副宰相 第二天 建官呢 来见皇帝 皇帝说 你们是不是说 不可以用陈之忠啊 我告诉你 我昨天已经派人去 直接任命了 你们说也没有用 命令已经发布了 下面的人就不好再说话了 所以像这样一些过程里边呢 皇帝的用人权呢 是被体现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皇帝的用人权呢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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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